你可能觉得我在开玩笑 怎么可能有一种植物长得像石头呢 不信你就看看这张照片 这就是生石花 一种原产于南非的多肉植物 它们的叶子成对生 两片叶子紧密相连 形成一个圆锥形或半球形的体 叶子的表面有各种颜色和图案 有的像豹纹 有的像星星 有的像眼睛 有的像水晶 这些颜色和图案 都是生石花为了适应环境 而进化出来的保护色 可以让它们在沙漠中隐蔽起来 避免被动物吃掉 或者被太阳晒伤 你可能会问 这种植物有什么好养的呢 它们不是很无聊吗 其实不然 生石花虽然平时看起来很沉闷 但是它们其实有很多惊喜 比如说 它们会在秋季或冬季 从叶子中间长出一朵或几朵花朵 花色有白色 黄色 粉色 紫色的 花形有星形 橘形 中形的 花香也很浓郁 生石花的花朵 只在白天开放 晚上就会闭合 这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魔术 让你每天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还有呢 生石花还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它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氨基酸 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 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抗衰老 抗氧化 抗菌消炎等 它们还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皮肤问题 比如皮肤干燥 过敏 湿疹 疹疊等 它们还可以用来美容养颜 比如敷在脸上 可以滋润肌肤 去除黑头 淡化斑点等 它们还可以用来净化空气 比如放在卧室 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释放氧气 调节湿度等 你可能会想 这么好的植物 一定很难养吧 其实也不是 生石花虽然看起来很高冷 但是它们其实很好相处 它们需要一个通风良好 光线充足 温度适宜的环境 它们不喜欢过于潮湿或干燥 所以浇水要适量 一般在生石花的生长期和开花期 每隔一周浇一次水 其他时间则可以少浇或不浇 生石花也不喜欢过于寒冷或炎热 所以在冬季和夏季 要注意保温或遮阴 避免温度过低或过高 生石花还需要定期换土和施肥 一般在春季和秋季 每年换一次土 土壤要选择透气性好 排水性好 肥力适中的砂质土 或珍珠岩等 施肥要选择低一弹高磷高甲的肥料 一般在生长期和开花期 每隔一个月吃一次肥 其他时间则可以少施或不施 如果你按照以上的方法 来养护生石花 你就可以欣赏到它们的美丽和可爱 也可以享受到它们的益处 生石花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植物 它们不仅能够适应恶劣的环境 还能够给人们带来健康和快乐 如果你也喜欢生石花 不妨试着养一盆吧 你一定会发现它们的魅力 不过再次提醒你一句 虽然生石花长得像石头 但是它们可不是真的石头 千万不要把它们当成摆设或者玩具 也不要随便摸或者捏它们 否则它们会受伤或者死亡的 生石花也是有生命的植物 它们也需要你的爱护和关心 只有这样 它们才会对你展现出 它们最美丽的一面